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假缺勤部分通道被迫关闭 政府停摆 美国多个机场陷入到混乱 肯尼亚首都一酒店遭武装袭击 14名平民死亡 6名袭击者全部被击毙 700余人成功获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多 英国议会下院就有反对党工党领导人 科尔滨提出的 对政府不信任动力进行投票 投票结果显示 有325名议员投了信任票 306名议员投了不信任票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及其领导的保守党政府 涉嫌过关将继续执政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在不信任动议投票结束后表示 她将与盟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展开对话 与各党派的重要议员 展开多党派磋商 还将与欧盟进行后续谈判 争取最后的让步 16号 在对英国反对党工党提起的 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进行投票之前 英国议会下院议员 就这一动议展开辩论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和反对党工党领导人克尔滨 在辩论中展开了激烈交锋 反对党工党领导人克尔滨 在发言中说 脱欧协议草案15号被议会否决 是现代英国历史上 政府所遭受的最大失败 这证明特雷沙梅政府 已经名存实亡 形同僵尸政府 她表示 英国需要一个新的政府领导 议会有义务通过不信任动议 这政府已经失败了我们的国家 它不能领导 不能领导 支持 很多人面对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是 Brexit 他们又失败了 而昨晚失败了 是否这样的情况 是否认识 每个前面的首席 前面的领导人 会遇到一层的敗敗 他们会退出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在发言中反驳克尔滨道 克尔滨本人在脱欧问题上 也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方案 并屡次拒绝回答相应问题 特雷沙梅表示 重新举行大选 只会让国家更分裂 她呼吁议员 在即将进行的 不信任动议投票中 支持现任政府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英国 找到方法应对目前的困境 当地时间15号 英国议会下院否决了英国政府 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 根据议会下院决定 特雷沙梅将在21号前提出新脱欧方案 并再次提交议会表决 尽管不信任动议投票 特雷沙梅政府涉嫌过关 不过在投票之前 仍然有很多英国民众表示 不论此次投票结果如何 他们对脱欧的前景 仍然感到十分迷茫 如果真的有第二次公投 或许更多人会选择留在欧盟 原本在决定开始 我已经选择了 但现在我认识到 所有的事情都会选择 没有人知道 什么事情都会选择 我们选择留在欧盟 现在有很多不确定 如果再次选择 可能更多人会选择留在欧盟 因为这些不确定 也有的民众表示 脱欧是公投的结果 应该得到尊重和执行 哪怕要承受一段时间的困境 还有的民众表示 长久的不确定性让人厌倦 不管如何选择 政府和议会都应该赶快做出决定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 施纳斯对英国议会下院 否决脱欧协议草案表示遗憾 并表示 如果英国给出充分的理由 脱欧期限可以延长 施纳斯还表示 欧盟已经做好了随时约谈的准备 但脱欧协议草案是双方都同意了的 不会进行重新谈判 对此英国方面并未做出回应 其实英国在日本企业的欧洲业务当中 一直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脱欧协议被否决 也让日本经济界的担忧日益加剧 接下来就相关的话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东京演播室的财经频道 特约记者王翔 王翔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英国脱欧协议被否决 会给日本的企业带来哪些冲击呢 好的 请方 那么日本战后70多年来的欧洲政策 一直是以英国为中心的 那么这一点也体现在经济领域 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就显示 日本企业在2017年 对英国的新增直接投资 接近29000亿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1800亿元 尽管这个数字受到2016年 英国公投脱欧的影响 同比是锐减了36% 不过英国仍然是日本境外投资的第二大对象国 仅次于美国 那么进驻英国的日本企业 有1000家左右 其中就包括了日本制造业和金融行业 许多耳熟能详的殖民企业 英国脱欧的走向将直接影响 这些日企在欧洲的整体布局 那么首先从这个短期来看 一旦英国无协议脱欧 那么连接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物流 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混乱 以本田汽车为例 目前本田已经决定 让英国工厂在脱欧后的4月份停工6天 而且还考虑提前增加零部件的库存 来应对物流不畅的紧急情况 长期来看 无协议脱欧之后 英国和欧盟之间将重新出现贸易壁垒 那么这会极大的增加日本企业 在英国的生产成本 包括日产 丰田和本田在内 日本三大车企从欧盟进口零部件 在英国生产汽车 再出口到欧盟 这样的生产模式 很可能迎来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么为了规避 这个无协议脱欧的风险 一些日本企业 已经开始调整欧洲战略 那么截至到目前 松下电器 安川电机等多家日本知名企业 已经完成或者计划 把欧洲总部 从英国迁到欧洲大陆 那么这样的趋势 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另外英国脱欧之后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将不再适用于英国 所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上周访问英国的时候 就把日英两国的 双边经济合作框架 提上了议事日程 希望通过新的制度安排 来减少无协议脱欧 对日本经济界的冲击 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的观察 再来关注一下 美国部分政府机构停摆 进入到第四周 对诸多行业的影响日益显现 其中美国三大机场的部分 安检通道就被迫关闭 安检人员请假缺勤 给旅客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 从前方发会的报道 受美国政府停摆影响的80万雇员中 有42万人的工作被视作核心岗位 其中有5万人是负责机场安检的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工作人员 按照政府规定 这些核心岗位上的公务员 在拿不到工资的情况下 依然要坚持上班 然而在无心状态下 机场安检人员请假缺勤大幅增加 已经对美国旅客的出行造成影响 本周一运输安全管理局透露 当日的意外缺勤率达到7.6% 相比于一年前3.2%的两倍还多 美国三大机场 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和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 都被迫关闭了部分安检通道 仅在安检一个环节 部分旅客的等待时间就超过一个小时 有的甚至更久 现在我所在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是按照转程量来计算 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 而美国政府的部分停摆 正在影响这里的安检 还有旅客的出行 由于美国政府停摆 发不出工资 本周一负责机场安检的 TSA工作人员当中 每12人就有一人打电话 请假缺勤 而由于机场安检人员的紧缺 机场也提醒美国国内出行的旅客 提前三小时抵达机场进行安检 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负责人安检告诉本台记者 每天有27万人次在这个机场乘机或转机 机场每年接待的旅客量超过1亿人次 在目前人手短缺的情况下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将在全国范围内 重新分配安检人员 帮助向亚特兰大等较为繁忙的机场渡过难关 比如说美国联邦政府停摆 短期内仍然没有结束迹象 而目前的政府关门的直接成本 已经超过了特朗普坚持 索要的50亿美元的边境墙费用 而白宫内部也进一步上调了 政府关门带来的损失预估 除此之外 美国政府关门还会给哪些方面带来影响呢 我们来听一下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在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比如说就有白宫的资深官员 对我们CNBC透露说 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将 政府关门的代价预估是上调了一倍 在之前这个预估是 政府关门每两周将让美国经济增长 损失0.1个百分点 但最新的预估是升级成为 每关门一周经济增长 就会损失0.1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如果此次政府关门 持续到1月底的时间 那么将让美国GDP增速损失0.5个百分点 而这样的预估变化是因为 超出预期的劳工和合同工被迫休假 而联邦政府部门的停摆 带来的经济影响要高于预期 而之前一直对美国经济 保持乐观态度的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杰米·戴蒙也是坐不住了 警告说 华盛顿的政治僵局 可能会让美国经济和摩根大通 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超出预期的影响 甚至是涉及到了特朗普总统自己 这是因为他原定将于1月29号 在国会宣读年度的国情咨问演讲 然而目前却因为政府停摆的原因 影响到安全问题 比如说在美国时间周三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就国情咨问仪式致信特朗普 端促他要么推后国情咨问的演讲时间 要么改用书面的形式向国会报告 佩洛西表示说 1977年以来 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的国情咨问 是在政府关门期间发表的 最后虽然美股在隔夜是持续的涨幅 但是政府停摆仍然对金融市场是带来了阴影 这表现在今年年初的公司上市IPO市场上 掌握着IPO生杀大权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也在此次的停摆风波中部分关闭 其中数千名员工是被迫的停薪停职 并且停止了所有IPO审查和批准 原本2019年预计是IPO非常强劲的一年 目前有160家公司是向SEC上报了IPO的计划 然而无人审查和批准的状态 是给不少的公司是泼了一盆冷水 因为SEC核实重新审查 仍然是不确定的 当地时间1月16日晚 希腊议会对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 政府进行信任投票表决 齐普拉斯获得151票赞同 通过信任投票 在投票表决前 希腊议会自15号中午12点起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激烈辩论 反对党新民主党领导人 弥佐塔基斯 在发言中提出 在座的所有人 对希腊人民和希腊历史 负有重大责任 并再次强调 在任何情况下 大选都会如期举行 而希腊拉斯在投票前的讲话中 也表示 希望今天参与投票的议员 给予自己所领导的政府 以信任 导致这次信任投票发生的 直接导火索为13号 希腊国防部长 坎梅诺斯的辞职 坎梅诺斯因反对希腊政府 与马其顿达成的 有关更改马其顿国民的协议 而宣布辞职 他领导的独立希腊人党 同时退出执政联盟 在坎梅诺斯宣布辞职前 执政联盟在议会300个席位中 占据152席 其中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 激进左翼联盟占145席 坎梅诺斯领导的 独立希腊人党占7席 由于希腊和马其顿签署的 有关马其顿国民更改问题的协议 必须得到半数以上议员的支持 方能通过 因此 独立希腊人党的退出 直接导致齐普拉斯政府 必须寻求其他党派 和独立议员的支持 介于以上原因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要求议会对他领导的政府 进行信任投票 2018年6月 希腊和马其顿 在两国交界的 普雷斯帕胡 希腊一策 签署有关马其顿国民更改问题协议 以马其顿更改国民为 北马其顿共和国 作为希腊同意马其顿 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条件 事实上 两国的争执已经持续20多年 马其顿1991年独立 定宪法国民为马其顿共和国 而希腊认定 这一国民暗示马其顿 对希腊马其顿省 有领土和文化遗产要求 近日为了抗议 津巴布韦政府大幅上调油价 当地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 并与警察发生冲突 造成多人死亡 津巴布韦总统 埃莫森 母南加古瓦12号晚宣布 为解决燃油短缺问题 从13号零时起 大幅上调汽柴油价格 据悉 当地汽油价格 从每升1.37美元 上调至每升3.31美元 柴油价格 从每升1.24美元 上调至每升3.11美元 汽油和柴油价格 均翻了一倍多 对此 当地民众进行了 从14号开始至16号 为期三天的游行活动 以抗议政府 上调汽柴油价格的决定 并要求执政党 为该国日益恶化的 经济形势负责 游行示威中出现暴力行为 共有三人在14号发生的 游行示威冲突中死亡 其中一人为警察 由于部分示威者 将警察局作为袭击目标 企图从中盗抢枪械 以实施更严重的破坏活动 因而与警方发生了严重冲突 此外 政府还下令 切断了其互联网服务 执政党津巴布韦 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发言人 西蒙·卡亚·莫约 在一场发布会上 谴责反对党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策划了此次非法游行示威 应被冲突中造成的伤亡负责 中国驻金巴布韦大使馆 发布安全提示 提醒在今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形势发展 加强防范 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当地时间15号下午 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酒店 遭到武装人员袭击 造成14名平民丧生 16日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 通过电视新闻发布会说 事件中所有的袭击者都已经被击毙 共有700多人成功获救 我们有证明 14个死亡的死亡 在这些死亡的死亡 和其他人被击毙 我们正在怀疑 这天晚上 我心里和所有的肯尼亚 都被击死的男人和女人 被击死的犯罪 肯尼亚塔表示 当地时间16号上午9时30分左右 这起袭击事件中的所有袭击者已被击毙 据了解 一共有6名袭击者参与了此次袭击 当地时间15号下午30左右 在内罗比维斯特兰地区 数名武装人员先是在酒店楼群附近 实施爆炸袭击 随后 这些武装人员进入酒店所在的 商业综合体大院 向行人开枪射击 并闯入酒店 紧急赶往现场的肯尼亚军警 与这些武装人员发生了多次激烈交火 据悉 多家跨国公司 在该酒店所在的商业综合体办公 索马里青年党已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 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 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表示 目前暂未收到中国人 在袭击中伤亡的消息 天气方面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到暴雪天气 德国 奥地利和瑞士的山区积雪严重 已经有数十人因为雪崩或恶劣天气死亡 而目前一些地区的雪崩预警 仍然维持在最高级别 今年奥地利出现了数十年来 罕见的暴雪天气 导致许多道路中断 多个城镇与外界交通联系受阻 16日 在奥地利施地里亚州格里明山 为了使山下的公路和铁路交通 重新开放 让当地居民回家 奥地利军方派遣直升机 对山坡上的积雪 进行了爆破排险 爆破共使用了 约120公斤的爆炸物 此外 许多士兵还被派遣去 帮助人们清理屋顶的积雪 15日 瑞士南部的格里门瓷的滑雪胜地 也对雪坡进行了爆破排险 人为引发小规模雪崩 以防止发生大规模的自然雪崩 在瑞士东部的达沃斯 再有一周时间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 就将在那里召开 为了排除大雪崩险情 当地也实施了一些控制性爆破 当地时间14日 德国南部滑雪圣地巴尔德失望的一间酒店 遭遇雪崩袭击 大量积雪冲进屋内 造成建筑物破损 不过没有人员伤榜 奥地利警方表示 日前发生在奥地利滑雪圣地 莱西的雪崩事件 已经造成4名德国滑雪爱好者不幸遇难 刚才我们看到北半球多国 遭遇低温降雪天气 而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部分地区则是热浪袭人 高温天气使得这里的蝙蝠 精神压力增加 容易袭击伤人 同时专家提醒民众 部分蝙蝠携带的病毒 类似狂犬病病毒 人一旦感染后果严重 在位于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的一家植物园内 工作人员正在努力帮助 因高温而濒临死亡的蝙蝠 并将它们远离游客 由于澳大利亚部分地区 近日遭遇罕见高温 气温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 导致蝙蝠生病狂乱 它们会从树上掉落 或被电线缠住 同时专家告诫人们 不要靠近处于困境的蝙蝠 而应打电话 让野生动物救助组织来处理 因为极端炎热天气 会让蝙蝠变得焦躁 并具有攻击性 人类在没有接种 相应疫苗的情况下 一旦被其咬伤 可能有生命危险 如不幸被蝙蝠咬伤 应彻底清洗伤口 并立即就医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掌门人午夜谈判立晚黄澜 美国百年老店 希尔斯暂时躲过破产清算 而屡遭顾客投诉 日本的一家酒店 超过半数机器人被下岗 由于遭受到电商冲进的 美国老牌的百货公司 希尔斯去年10月申请破产 但是董事长埃迪·兰伯特 不愿放弃公司425家分店 和5万名员工 这位亿万富翁 最近四处奔走 希望借助自己的对冲基金 ESL来拯救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报道 周二中午 在纽约会议室里 已经持续两天的闭门会谈 陷入僵局 尽管董事长兰伯特和他的对冲基金 ESL已经答应为公司注资50亿美元 甚至承诺将公司此前从 ESL借的13亿美元一笔勾销 但律师和银行家逐渐意识到 他们必须面对现实 希尔斯向法院提出了破产申请 然而负责此案的法官罗伯特·德恩 却不愿就这么接受 让这家126年的老店关门的命运 他愿意给希尔斯和兰伯特 再宽限半天时间 如果能在午夜前找到 拯救公司的方法 公司就可以挽救数万人的工作机会 希尔斯和ESL的律师团队 重新投入到拯救公司的努力中 午夜钟声敲响了 凌晨两点 双方终于走出谈判间 ESL追加了1.5亿美元 以大约52亿达成协议 希尔斯暂时避免破产清算命运 或许这无法改变 传统零售衰落的趋势 但至少为希尔斯转型 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更保住了5万员工的就业机会 而这已经不是董事长 埃迪·兰伯特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 2004年 面对电商冲击 时任零售巨头凯马特 董事长的兰伯特 主导了凯马特和希尔斯的并购 交易完成后的第一年 希尔斯销售额上升 美国商业周刊当时甚至预测 兰伯特将成为下一个沃伦巴菲特 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 希尔斯曾是伟大的企业 是美国独创性和想象力的象征 但企业受制于商业周期 没有哪家企业能够保证永生 无论它曾多么具有创新力或强大 可以说日本是较早发展人工智能国家之一 如今已经有很多智能机器人 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 而一家名叫奇怪的连锁酒店 却因为雇佣大量的机器人服务员 而别具特色 但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频繁接到顾客和工作人员投诉 酒店解雇了超过一半的机器人 因为他们制造的问题 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进入这家酒店 各式各样的机器人随处可见 恐龙机器人在前台为客人办理入住手续 面部识别机器人对客人进行身份验证 会行走的机器人则将客人的行李拖到指定房间 而房间床头柜上的机器人则可以根据客人的需求提供更多的服务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机器人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这些机器人的引入原本是为了提高效率减少人力 然而由于他们经常出现故障 客人不得不呼叫酒店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处理 导致工作量增加 自2015年第一家门店开张以来 这家酒店先后在日本多地开设了八个门店 最多时共有243个机器人 但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机器人 被解雇了 比如安装在房间内的这款娃娃型机器人 就是率先下岗的机器人之一 一位客人曾抱怨说 他晚上睡觉时频频被机器人叫醒 后来才意识到原来是自己的憨声激发了机器人反应 此外一些负责运送行李的机器人也被解雇了 因为他们只能在平地上移动 而酒店大部分的房间他们都无法到达 一位酒店员工表示 自从这些机器人下岗后 他们的工作变轻松了 因为现在接到的机器人故障投诉变少了 不过也有一些客人表示 酒店大批引入机器人的方式很新颖 他们也很喜欢这种住宿体验 比如这里的恐龙机器人就很吸引人 而有些孩子喜欢与房间里的这款 鹅蛋型机器人进行互动 在去年6月中国和法国政府签署了 出口卫生要求议定书 而在此几个月之后 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磨缆会上 法国肉类企业成功试水中国市场 北京时间的16号晚 多家中法机构和企业在法国驻华使馆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为两国牛肉和农产品合作 打下新的基础 法国牛肉行业代表介绍说 法国是欧洲最大的牛肉生产国 年产量达150万吨 其中15%的牛肉用于出口 预计到2019年底 法国能向中国出口数千吨牛肉 这些地域都很不同 它们有一个大型的种类 这种类有不同的特徴 有些非常有名 有些非常有名 但它们是在美食品中的 美食品中的特徴 美食品中的特徴 给产品的特徴 据了解 本次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国牛肉 就有知名的夏洛莱牛肉 夏洛莱牛产自法国夏洛莱 及涅夫勒地区 全身成奶白色 胸身类圆 背质且肌肉多 加之法国独特的解牛技艺 让肉牛不同部位出产的牛肉 都能烹饪出不一样的美食 法国驻华大使李翔表示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牛肉进口国 更是法国牛肉行业的重要战略市场 法国期待在农业领域 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而法国还是欧盟当中对农业化学品控制最严的国家之一 当地时间本周二 法国食品和环境安全局 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在当天早些时候 法国的一家法院作出裁决 拜尔公司旗下产品 农达360除草剂的销售被禁止 而该产品属于拜尔去年收购的 孟山都的草甘令产品系列 法国李昂行政法庭称 科学研究和动物证据表明 这一产品可能有致癌性 我们来看一下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制作的 五集专题电视片《资本的力量》 正在财经频道20点当播出 本片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案例 讲述了中国资本市场依托改革开放 助力改革开放的成长史 今天将会播出第四集《规范之道》 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精彩片段 资本的力量第四集 主要讲述资本市场的规范和法制化进程 讲述了证监会的成立过程及背景 通过心态电器的故事 讲述退市制度的完善 通过讲述查处万家文化 廖英强黑嘴和北八道市场操纵案的故事 表现资本市场监管的完善 通过律师颜一鸣的故事 讲述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 通过投资者徐勤芳和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故事 讲述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不断进步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今日晚间20点上 敬请关注 在今日呢 一则飞行员试图钻窗进入飞机驾驶舱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走红 可以看到这名飞行员的当天似乎是上班迟到了 还忘了带机舱的钥匙 于是急急忙忙地想通过窗户钻进机舱 结果不幸被卡住 令人哭笑不得 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该视频拍摄于英国伦敦西斯罗机场的 二号航站楼 而目前的涉事航空公司 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提起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呢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 就是那里寒冷的气候 在漫长的冬季里 当地人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户外活动 就是海上冰调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领略一下 在那里独特的冬日乐趣 俄罗斯远东地区 由于纬度较高 大部分海域冬季 有长达三个月以上的风冻季 近日 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海域 已经完全风冻 在结冰的海面上 每天都会有数百人进行冰钓 对于如何能钓到更多的鱼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经验 有些事情是 风吹得很厉害 鱼很好吹 有些事情是 天气 温暖 像现在 鱼也有点 有些事情是 所以从冬季 如果是冬季 有些阶段 就像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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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冰钓 就像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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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冰层将厚达半米以上 能够承受汽车的重量 也是最安全的季节 而且这个季节 冰下的水域 缺少氧气和食物 鱼也最容易上钩 对于冰钓者来说 除了娴熟的技术 和丰富的经验 更重要的就是耐心 据冰钓者给我介绍 平均每钓一条鱼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但是长时间的等待 并没有影响他们 对于冰钓的爱好 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 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今天呢 在安徽前山 那里的梅花镜像开放 清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